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实一真法界如是 我们设法界也如是 跟它本来没人一样 我们只是这里头 在一真法界里头 加上一些妄想分别执着 变成我们现在的状况 我们如果把妄想分别执着 放下了 就又恢复成为一真法界了 这是佛在大乘间里 讲得太多太多了 我们实在是听耳不闻 闻耳不觉 不觉悟悟 依旧生活在烦恼稀奇之中 这就搞六大轮回了 六大轮回多辛苦啊 多累啊 什么时候我们真正就 不想再搞六大轮回 我们今天遇到现前这个社会 是对学佛人来讲 是个非常好的真相人 为什么 如果你要是生活在太平盛世 你会感觉到这个社会温馨 人与人之间温馨 你感觉到真正幸福 你不想离开啊 今天我们身在乱世 学会混乱 人类道德全流 这个地球 再变 平凡 让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 感觉到痛苦 没有幸福 这是一个好的真相人 看到佛在经上告诉我们 有极乐世界 对著佛菩萨 对于古神信心 有一定的信心 他们不会欺骗我们 他们说的话 你能信 能解 你依照经济教训去干 我们就往生了 从这地方移民到极乐世界去 有极乐世界去干 对于古神信心 有极乐世界去干 对于古神信心 有极乐世界去干